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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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受着丑陋的人们对我指手画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仰慕者虽多 但却从未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进入我的内心 找找我的小偷 找找我的 找我的 找找找我的 找找我的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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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陋的食物是谁做的 是你的吗 对对不起啊 我只是 我承认 我承认完美的人总是最孤独的 老师 我抗议 这份诗卷简直是太丑陋了 我拒绝作答 这不影响考试 继续 我抗认读卷简直是太丑陋了 肮脏不堪的世界里 孤独地行走着 直到有一天 单纯的切片牛肉 总是毫无准备地 被苍蝇落在肩头 令人哀叹的命运 帮复包裹着塑胶带的 毛绒玩具 在空调前站立 荧光灯下 沉睡在卫带中的方便面 永远不曾目睹这一切 长长的货柜呀 你可知道 不能小小地哀伤 在那一刻 我知道 这就是命运的信号 而我 宛如刚刚被切割的 空运生鱼片 一尘不染 竭尽无暇 请问 能和您谈一会儿吗 这次命运的邂逅之后 燕大人向我讲述了 自己希望重新开启文明大门 将这罪恶的旧世界 洗刷成纯净美丽 处处充满爱与梦想的新世界的伟大计划 然后 我在入太阳门光明的眼大人的引导下 一起创办了我们的神圣组织 光明之眼 来一步一步 净化这个丑陋污秽的世界 我们的组织 光明之夜将为每个人带来爱和幸福 小宝 但我不明白 为什么燕大人已经拥有如此伟大的力量 却还要委屈自己 继续在这个破超市做杂工 守老板欺压博学呢 笨蛋 我们组织的活动经费 都是由燕大人在超市打工赚来的 而且守着超市不容易暴露身份 还可以直接借来很多超市里的商品 供组织使用 燕大人的一切血汗付出 都是为了我们伟大的梦想早日实现的 原来是这样 真不愧是燕大人 他太伟大了 小宝也好感动哦 你们在干嘛呢 我的燕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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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大人啊 您的事情太让人感动了 你就是我们的太阳 你为了实现我们伟大土著的伟大梦想 不惜委屈自己 我心长胆 不被牺牲埋头苦干 大家都要向燕大人 您学习扶手甘胃 如此牛的崇高精神呢 燕大人 今天一定让小人为你修理众生 就在伤刀山下我 还清净无知 一切也在所不辞 今天一定信任我 终有我 大家都从灵魂深处 深深地崇敬着您呢 我亲爱的燕大人 你 你们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茄子 特别不想 一个人孤单寂寞 当时人生 难免会有些不快乐 告别今天 总是让人觉得失落 康康明天 再对平线向我招手 每天就在日深日落 转转时间幻想更多 期待生命中 每秒每一刻 我明亮的眼睛在闪烁 映着阳光的笑容 他会悄悄中 在家暗家的路口 我用藏了 是我 果然是光明之言 扯掉它们 愚有 词 有 好 今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